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這個單元我要來介紹就是 選擇適合的DSP晶片廠商 選擇適合的DSP晶片廠商 好 首先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DSP晶片 其實有很多廠商都有生產 所以 當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市面上 有很多系列的晶片 然後有很多家廠商 都有在做DSP晶片 那我到底要怎麼做選擇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的這個DSP 它的供貨的公司有哪些呢 好 第一家 德州儀器 這個是 比較常用的 德州儀器 好 第二家呢 Adjustance 就是 捷耳系統 好 那 第三家 Motorola 這個我們比較有常聽過 然後第四家呢就是 Analog Device 那 這一家廠商呢 我們也算是比較常 聽過的一家廠商 那這幾家廠商呢 他各有他的這個 長處 優缺點 所以呢 這個 你在選擇晶片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先去研究一下 這一家廠商 他所生產的晶片 有什麼 特色 適不適合 你所要做的 這個產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ADI 這家 這家廠商 Analog Device 這家廠商 在 DSP的 這個晶片的部分 因為他的 市場的推廣 技術資源方面 做的比較 要有欠缺 所以他的市場的佔有率不高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他的定點的 DSP晶片 他的系列呢 有 ADSP 2101 2111 2126 那浮點 DSP晶片 ADSP 21 000 ADSP 21060 然後呢 ADSP 21062 好 那 他有提到啊 就是說 他的技術 支援方面 這個呢 做的比較有欠缺 這個呢 我在後面的單元 會有講到 就是為什麼 他的這個 技術支援 會有一些 欠缺 因為當你在 這個開發你的 DSP晶片 的時候 你的產品 要用到你的 DSP晶片 那 這個時候 你會需要一些 周邊的這個 幫助啊 輔助啊 來讓你的產品啊 能夠 迅速的 比如說 開發出來 然後呢 很簡單的 能夠先 基本的做一個 比如說 這個 樣品出來 那 ADI啊 在這方面啊 他做的比較 差一點 所以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去用 這家 廠商的晶片 接下來就是 德州儀器半導體啊 那這一家廠商啊 他呢 他所生產的這個 TMS320系列 是目前 世界上最有影響力 最成功的 DSP晶片 那他的優點 就是說 他的價格 低廉 簡單 好用 功能強大 應用很廣泛 那這個呢 是 是屬於說 比較表面上看的東西 那其實呢 主要的就是說 他德州儀器啊 他有 對於 DSP晶片啊 他有很多 可以支援 DSP晶片的一些 這個周邊啊 能夠讓你使用 因此呢 你在開發 你的產品的時候 你就可以 比較方便一些 好 例如最基本的 就是說 我們要除措 所謂的除措 就是說當你在執行 城市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的城市寫的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一定需要一些 輔助的 這個 這個器材啊 來讓你知道說 我現在 我的城市 執行到哪裡 是不是 有錯誤 然後呢 錯誤在 大概在第幾行 暫存器是哪些 從這些資訊 你就可以 清楚的知道說 我現在 DSP的城市 大概執行到哪邊 我的城市 有沒有寫錯 然後要趕快去修改 好這個呢 是對於開發者一個 很大的幫助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單元啊 我就是要介紹說 DSP晶片有哪些廠商 然後呢 你在這個 選擇 DSP晶片的時候 你要先去選擇 這些廠商 那這些廠商 有什麼不一樣 他所提供的資源 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要去 這個做一下功課 好好的 大概研究一下說 比較常用的是哪些晶片 哪些廠商是大家比較常用的 這樣你在 使用的時候 才不會好像孤兒一樣 你想要找一些資源的東西 你都找不到 好 這個單元 就講到這裡